周五晚上 学校里出了名的交际花林雪找上我 说她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愿相信 可林雪却拿出了我和她的开房证明 这将我的思绪 拉回了一个半月前的一场聚会 我喝醉了 似乎和谁发生了关系 可我确定 那人绝不是林雪 为了不接下这个怨种盘 我决心找出那个女生是谁 李昌 我怀了你的孩子 听见林雪的话 我傻眼了 林雪是学校里面出名的交际花 人长得漂亮 喜欢搞暧昧 和学校很多人都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 可不应该和我有关系 我和她之间只能算认识 朋友都算不上 不是 你找错人了吧 我与林雪拉开距离 我们可没多少接触 对于喜当爹这件事 我不能接受 更别说对方还是名声不太好的林雪 我没有骗你 我真怀了你的孩子 林雪满脸 认真的从包里 拿出纸质开房记录 我狐疑地接过开房记录 上面赫然是我和林雪的名字 在看开房时间 一个半月前 我忽然想起 一个半月前 确实参加过一场酒局 那是室友许莫发起的 我原本不想去 可许莫再三邀请 盛情难却 我就去了 那场酒局是两个宿舍联谊 我宿舍和林雪宿舍 我对联谊这种事不感兴趣 所以整场酒局都在角落待着 希望早点结束 可是许莫和林雪 似乎没看出我的情绪 硬要拉着我喝酒聊天 都是同学 我不好拒绝 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可最后 我隐约记得 他们说宿舍已经关门 要在外面开房休息 我迷迷糊糊地 就被带去了酒店 然后不知怎么的 我既然开了间大床房 还和一个女生住了进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都喝了酒 很难不发生点什么 等我第二天中午醒过来时 身边已经没人了 也没留下任何信息 既然人家女生 没有让负责的意思 我也没纠缠 只当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过去这么久 这件事我都快忘了 没想到 现在却被林雪提了起来 看着面前一脸认真的林雪 我很头疼 虽然我可以从模糊的记忆确定 对方不是林雪 毕竟身材完全不一样 可林雪拿出开房记录 硬要缠着我的话 我也不好脱身 抱着花钱消灾的想法 我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和林雪都是学生 我本以为她会选择打掉 那时候 我给点钱就行了 没想到林雪雨出惊人 我想生下来 不是 你这 我惊了 生下来 本来就和我没什么关系 愿意给钱 只是嫌麻烦 结果现在真想让我养 虽然我为人比较随和 但这么大的怨种盘 是真借不下 李畅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我问过医生 如果这个孩子不留下来 以后可能都无法怀孕了 林雪可怜巴 巴都望着我 你不会不想负责吧 面对林雪的道德绑架 我冷着脸 林雪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自己清楚 别把我当傻子 李畅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 我故意找你接盘 林雪生气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是什么人 还用我说 我很不客气 没有直说 只是想给林雪留点面子 林雪似乎也知道 纠缠下去没结果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李畅 你个渣男 你不愿意负责 我自己生下来养 说吧 林雪就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看着林雪远去的背影 我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是个什么事啊 被林雪那么一闹 周五放假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我头疼地回到宿舍 想问许墨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却发现许墨不在 并且还被另一个室友杨庆告知 我被挂在表白墙了 某系某专业 某理性渣男 酒后乱性导致女生怀孕 不想负责 并且曝光的人 还将事情详细经过 添油加醋说了出来 什么李渣男平时就很喜欢那个女生 各种追求 人家女生不同意 然后李渣男组织宿舍联谊 将那女生灌最后那啥了 结果导致女生怀孕 还不想负责 虽然表白墙上 没有明确指出李渣男是谁 但却挂了张我喝酒时的照片 这也就导致 只要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了 这个理性渣男是我 看着表白墙上各种怒骂的评论 我猛了 要不是最后挂了我的照片 我都不知道 这个理性渣男是谁 我追求过林雪 我组织的联谊 我关罪了她 在看表白墙发出来的时间 正好是和林雪见面后不久 我不是傻子 很快就反应过来 这是针对我的局 为的是逼我负责 可我和林雪之间真没关系 我负什么责 看着室友杨庆 一脸担心的模样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杨 你知道我的为人 也知道那天的具体经过 我没有刻意去接触林雪吧 杨庆回想了下 点点头 对 那天是许莫组织的局 也是她和林雪缠着你喝的酒 这不就对了 表白墙上明显是在污蔑我呀 我很无辜 可是老李 杨庆眼神复杂 那天 你确实和林雪开了房 还一起住了进去 闻言 我表情一僵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就是难搞的地方啊 我可以确定 那天晚上 我和林雪没有发生过什么 但我没办法证明 你懂吗 我搂着杨庆的肩膀 很难受 杨庆和我的关系很好 知道我不是那种 敢做不敢当的人 要不我们去查下酒店监控 杨庆提议道 我摇摇头 过去这么久 早被覆盖了 那我们找许莫作证 他和林雪关系挺好的 杨庆又说道 此时许莫并不在寝室 不知道去哪里了 许莫 听见这个名字 我气得咬牙切齿 多半就是 他和林雪做的局 找他作证 不可能吧 都是室友 许莫怎么会 杨庆越说越不自信 许莫这个人 接触得越多越让人讨厌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是个很虚伪的人 许莫 虽然许莫不讨男生喜欢 但却很讨女生喜欢 许莫会说话 懂女生心思 再加上长着一张小白脸 很多女生 都把许莫当男闺蜜 老杨 你还记得 那天一共去了多少人吗 我问道 现在这种情况 要想破局 还得从那天的九局入手 杨庆想了想 就八个人 我们寝室四个 林雪他们寝室四个 八个人的话 男生这边除了我和老杨 还有个室友张远山 张远山是学霸 早早就规划起考研的事 平时和我关系一般 但能看出来 是个老实人 那天的九局上 张远山也很不适应 待了半个小时 就找借口回去了 也就是说 针对我的局 不关张远山的事 老杨不知道具体情况 许莫多半不会承认 关键点 还是在女生那边 问题是 女生那边我都不熟 没有联系方式 老杨 你有那天 其他女生的联系方式吗 我随口问道 我对老杨 其实没抱什么希望 毕竟这家伙 妥妥的钢铁直男 连一九局上埋头狂吃 都不去和女生聊天 有啊 我都加了他们的微信 你要哪个 杨庆拿出手机问道 你都加了 我很惊讶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老杨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了 表面钢铁直男 背地里疯狂下手 嘿嘿 那时候你喝醉了 我们人多 许莫和林雪 又非要和你坐一趟车 杨庆挠着头 其他三个女生 就和我一辆车了 我给的车费 加上他们好友 让他们来着 听老杨那么一说 我沉默了 本以为老杨是 隐藏的海王 没想到 居然是为了A车费 找三个女生 可能不到20的车费 只能说 不愧是老杨 母胎单身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老杨啊 你可得长点心吧 我担忧地拍了拍 老杨的肩膀 再这么直 下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 虽然老杨的操作很离谱 但我还是顺利拿到了 那三名女生的联系方式 一想到三人中 有一人与我发生过 不明不白的关系 就有些紧张 三名女生 分别叫赵薇薇 洛雅雅 陈奇 其中 陈奇是个合法罗利 首先排除她 完全不符合 剩下的赵薇薇和洛雅雅 两人样貌身材很相似 我还真分不清是谁 我分别给三人 发送了好友申请 正在等通过 许默就回来了 许默回来后 马上来到我身边 担忧地看着我 老李 你知道你被挂表白墙了吗 我看着许默那张虚伪的脸 冷笑道 和你有关吧 许默一愣 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但很快又隐藏下去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李 你不会认为是我发的吧 许默反问道 我没给许默好脸色 不是你发的 也和你有不小的关系 许默被我的态度惹生气了 李畅 你少血口喷人 明明就是 你自己搞出了人命不想负责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好心告诉你 没想到你居然怀疑我 许默的演技很好 如果不知道这家伙的本性 还真就被他给骗了 许默 我不管你和林雪之间有什么算计 这个怨种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我直接撕破脸皮 大不了就去做亲子鉴定嘛 谁怕谁啊 听见我要做亲子鉴定 许默明显慌了 但还是强装镇定 做就做呗 关我什么事 那是你和林雪之间的事 说吧 许畅就转身出了宿舍 不知道琢磨什么坏事去了 许畅走后 杨青来到我身边 老李 你这也太冲动了 没有证据 就把关系闹成这样 证据 证据多了 我说道 不论怀孕时间 还是亲子鉴定 绝对都和我对不上 干嘛要憋屈地忍气吞声 哎 我也不懂这些 你自己把握吧 有需要我的地方说一声 杨青真诚地说道 我感激地看了杨青一眼 好兄弟 事情 结束了 请你吃饭 希望能安稳结束 这件事对你名声影响不好 杨青说完就回床上了 杨青上床不久 我发出去的好友申请 就显示通过了两条 是陈琦和洛雅雅 李畅 你家我有什么事吗 陈琦发来消息 我没有隐瞒 直接问了那天去酒店之后的事 杨青说她 是自己一个房间 一觉睡到天亮 什么都不知道 我记得那天 陈琦没喝多少酒 应该记得更多是 去酒店后 没什么呀 就是林雪拉着你开了一间房 我和雅雅一间 薇薇和许莫一间 看见陈琦发来的消息 承轩感觉一阵头大 不对啊 这样的话 分不出是谁真正和我一个房间 赵薇薇和许莫 是情侣吗 我很不解 许莫平时和林雪走得近 没见过她和赵薇薇有什么接触 怎么就在一个房间了 不是情侣 是闺蜜 许莫人挺好的 陈琦解释道 闺蜜 男闺蜜 喝醉酒后 和男闺蜜一个房间 这就很难评 许莫是男闺蜜 又不是男太监 就这么放心 不过 这并不是 我现在该关心的事 既然赵薇薇和许莫一个房间 那会不会是洛雅雅 陈琦 你和洛雅雅整晚都待在一起吗 我又问道 那当然了 你怎么这么问 难不成是表白墙上的事 陈琦很好奇 眼看越问情况越迷糊 我懒得猜了 就告诉了陈琦事情经过 当陈琦知道 我和林雪之间的事后 都惊了 没想到这么离奇 可那晚他明明看见 我和林雪走进了一间房 陈琦也不知道该相信我 还是该相信表白墙上的说的 只是内心更偏向我一点 因为表白墙上描述的事情经过 明显有偏差 发现在陈琦这里问不出什么后 我就去问了洛雅雅 可洛雅雅的回复 和陈琦如出一辙 都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唯一和陈琦说的不太一样的是 洛雅雅因为口渴 下楼买过水 在经过赵薇薇和许莫房间时 听见了羞羞的声音 所以不是洛雅雅 也不是陈琦 可是赵薇薇她 又和许莫是闺蜜 还在一个房间 并且赵薇薇至今 没有同友的好友申请 不知道是在忙 还是不想通过 总不可能真是林雪吧 我心中一阵苦涩 林雪身材高挑 瘦瘦的 而那天晚上的女生 明显要丰满很多 算了 找不出来就找不出来吧 大不了就去医院亲自鉴定 我虽然不再去查那晚的女生 到底是谁 但这并不代表 我会坐以待毙 首先和学校表白强发了消息 严肃声明真实事情经过 并要求删除消息并道歉 要是不同意的话 就别怪我走法律程序了 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实人 家里从商 我很小就接触了商人手段 能用钱解决 就尽量不要动用法律 可如果钱解决不了 用手段就一定要快准狠 家里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 我只需要打个电话 就有人替我解决这件事 或许这也是 林雪缠着我的原因之一 想要凭借怀孕 实现阶级跨远 对此我只能说 痴心妄想 学校表白强 在收到我的消息后没多久 就把那条动态删除并道歉了 显然是怕我真动用法律手段 大家都是学生 谁有那么多精力去打官司 舆论上的事解决后 我就准备和林雪好好聊聊 反正我可以确定 没和她发生过关系 闹到哪里我都不怕 只是我没想到 我都还没给林雪发去消息 林雪就先一步联系上我了 李昌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穿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看着林雪发来的短信 我气笑了 回到 我怎么就不是男人了 林雪 我告诉你 造谣可是违法的 小心我告你 见我态度十分强硬 林雪语气不由软了下来 我没有造谣 那天大家都看见了 你和我进了一个房间 那又如何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啊 我试探到 我喝醉了 一觉到天亮 什么都不知道 你放屁 你明明做了的 林雪情绪激动 是吗 那我怎么做的 你仔细说说 我不要连起来 反正对方不是林雪 能说出来才怪 林雪显然明白我的意思 直接上升到态度问题 你个臭流氓 不要脸 等着吧 反正我是不会答应 去做亲子鉴定的 这就是你的孩子 看见林雪说 她不会去做亲子鉴定 我就知道 徐默告诉她什么了 如果林雪一口咬定是我的孩子 还死活不愿意 去做亲子鉴定的话 我真是有理说不清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林雪怀孕 她不愿意做 我拿她没办法 如果她真的将孩子生下来 想要取样 可就简单多了 拖时间嘛 大半年时间 忍忍就过去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我本以为林雪能消停几天 结果林雪的狠心程度 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第二天就将事情 闹到了学校层面 校领导知道林雪的事后 觉得这件事 对学校名声影响不好 立即让辅导员联系我解决 当我第二天一早 被辅导员电话吵醒时 人还都是猛的 李畅 你现在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有事找你 辅导员的语气很不爽 被这种事破坏了周末休息 很难有好心情 刚睡醒的我 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 辅导员就挂断了电话 为了能顺利毕业 我只能起床 随便收拾下 就去辅导员办公室了 我到时 辅导员也才刚到办公室 看见我后 冷着脸哼了声 周末办公室没有其他老师 我和辅导员进入办公室后 他就让我把门关上 看见辅导员这种态度 我大概也猜出是什么事了 有些无奈 林雪那女人是真不省心啊 跟狗屁高耀似的 说吧 你和林雪是什么情况 坐下后 辅导员问道 我也没隐瞒 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经过 告诉了辅导员 辅导员听完后 眉头紧皱 我说的 和他从校领岛那里听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 没有和林雪发生关系 是林雪不要脸 故意缠上我 而林雪说的是我灌醉他 做了不轨之事 还不想负责 你说的都是实话 辅导员感觉很麻烦 盯着我问道 实话 不幸 可以做亲子鉴定 如果那孩子真是我的 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我与其认真 而如果不是我的 我将用法律 来维护我的正当权益 听我那么一说 辅导员已经信了我 都是成年人 没谁会轻易将法律挂在嘴边 除非本就站立 并且 他也听说过林雪在学校里的名声 对林雪那种女生 没什么好感 你先坐会儿 我和领导汇报下情况 我没什么特别的情绪 坐下后安静地等待起来 林雪闹到校领导那里 无非是想逼我乖乖接盘 可是她太天真了 出现这种丑事 学校比谁都想压住消息 她闹得越大 学校越厌恶她 并且 这也给我做亲子鉴定 又找了一个理由 如果林雪拖着躲着 不敢做亲子鉴定 校领导那边 多半也能猜到怎么回事 那时候倒霉的就是林雪了 如果我咬着不放的话 她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被退学 冒着退学和坐牢的风险 只为了让我接盘 这真的值得吗 我有些分不清 林雪是别有目的 还是单纯的泛船 辅导员联系了领导后 满脸无奈 李畅 林雪那边不同意做亲子鉴定 理由是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我看着辅导员 笑了 导员 你信吗 辅导员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我信个鬼 现在的医学技术 哪有什么伤害 我见辅导员也没办法 就提出了我的意见 导员 麻烦你告诉校领导 和林雪一声 只要那孩子是我的 我愿意承担亲子鉴定的所有费用 也愿意承担所谓 对孩子伤害的补偿 可如果鉴定出来不是我的 那就别怪我不讲同学情了 辅导员看着我 叹了口气 你也是倒霉 碰见了这种事 以后少喝酒 好的导员 还有一件事 我接着到 麻烦你帮忙告诉林雪 如果她现在成亲 并当众给我道歉 我愿意不再追究 只有这一次机会 错过了我 可就要死磕到底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辅导员摆摆手 你先回去吧 我还得去和领导商量下 谢谢导员 那我先回去了 我礼貌地笑了笑 随即退出了办公室 林雪最近的举动 已经让我很生气了 要是她不抓住机会 仍旧执迷不悟的话 真别怪我心狠 还有许莫那小子 林雪感到这么大 背后多半有她支持 甚至有可能 林雪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她的 后面如果要收拾林雪的话 许莫我也不会放过 下定决心后 我就去食堂吃早餐了 进入食堂 买好早餐 我刚准备坐下 中的最后一个 赵薇薇 赵薇薇的打扮很朴素 戴着个黑矿眼镜 身上围着围裙 正在食堂窗口兼职打饭 学校勤工俭学的岗位 都是贫困生优先 普通学生要么拉不下脸 要么不屑于 勤工俭学岗位微博的补贴 从这些方面我就能看出 赵薇薇的家境并不好 可就是家境明显不好的赵薇薇 那天居然会参加寝室联谊 要知道 许莫定的可不是什么便宜地方 点的也都是比较贵的菜和酒 一顿饭下来 就算八个人 每个人也需要三百多块 再加上去酒店开房住 一个房间最起码都是两百 赵薇薇一个贫困生 怎么会愿意参加这种饭局 不是我看不起贫困生 而是这一顿饭下来 都快够他们半个月生活费了 我认识的贫困生里 可没谁愿意拿半个月生活费 参加这种饭局 赵薇薇给我的感觉就很奇怪 做出了太多不符合常理的事 并且看见赵薇薇后 我心中莫名有种熟悉感 隐约间 她的身影逐渐与那天晚上的身影重合了 陈琦不可能 洛雅雅和陈琦一整晚待在一起 也不可能 林雪身材不符 唯一符合条件的就只有赵薇薇了 可那天晚上赵薇薇不是和许莫一个房间吗 怎么会在我房间 而且洛雅雅还说过 她路过许莫房间时 听见了羞羞的声音 想到这 我不由得认真分析起几人的关系 赵薇薇和许莫平时接触不多 还忙着勤工俭学 怎么可能和许莫这种人成为闺蜜 还愿意共处一室 林雪和许莫关系很好 时常一起出去玩 她俩成为闺蜜 乃至情人都有可能 再加上那晚在我房间的 很可能是赵薇薇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是赵薇薇和林雪换房间了 可我和赵薇薇也不熟啊 她怎么愿意换房间 贫困生 聚餐 针对我的局 单凭猜测的话 我也想不明白 具体发生了什么 得有个当事人愿意说才行 看着正在食堂窗口 打饭的赵薇薇 我有了想法 吃完早饭 我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静静地等待起来 食堂的早餐窗口 只开到十点 我等了半个多小时 就等到赵薇薇下班 看着赵薇薇收拾好东西 走出食堂 我默默跟了上去 我并没有刻意隐藏 所以很快就被赵薇薇发现了 发现我后 赵薇薇没有停留 走得更快了 眼看赵薇薇就要走进女生宿舍 我出声叫住了她 等一下 我有些事想问你 赵薇薇回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问我 眼看软得不行 我开始威胁 林雪和许莫做的事破绽太多 校领导都知道了 很快就能水落石出 到时候你也跑不掉 说不定会被劝退 赵薇薇听见会被劝退 不由得有些慌了 她这种学生 很需要大学文凭来改变命运 要是被劝退 一辈子就毁了 所以 在权衡力毙后 赵薇薇同意了与我聊聊 看着赵薇薇担忧的模样 我心中生出一股罪恶感 劝退什么的都是假的 这种事顶多挨个处分 甚至处分都没有 口头警告一下就行了 毕竟赵薇薇没有参与造谣 做的事也不严重 可是赵薇薇不懂 我说的又那么认真 一来二去 她就信了 我带着赵薇薇 去了图书馆后面的公园 又给她买了瓶水 缓解气氛 感觉赵薇薇对我没那么警惕后 我才开口 那天晚上 是你吧 听见我的问题 赵薇薇将头埋低 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为什么 你有什么把柄 在林雪和许莫手上 我很不解 赵薇薇攥紧拳头 憋了很久才小声地说道 我欠林雪钱 嗯 多少 我有些惊讶 赵薇薇不像是那种 会借钱的人 三万 我不小心打碎了 她的化妆品 赵薇薇声音很小 不仔细听都听不清 什么化妆品之三万 你不会被坑了吧 我很无语 我虽然不太懂奢侈品 但也能看出来 林雪身上的打扮不贵 最直观的是 林雪常碑的那个LV包 假的典型高仿 至于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妈就有一堆真包 放假回家 就喜欢拉着我逛街 一起买包 一来二去 我也能看出真假了 林雪的包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舍得 花三万买化妆品 我不知道 是林雪说的三万 赵薇薇说道 看着赵薇薇傻傻的模样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别人说 傻就姓傻 不过 这也让我摸清楚了 赵薇薇的性格 等着脸问道 所以 那天晚上具体的经过是什么 你最好坦白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被我一下 又听到可以不追究她的责任 为了不被退学 赵薇薇坦白了 我听得很认真 可是越听越感觉无语 这个局 怎么跟闹着玩似的 就凭这也想针对我 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赵薇薇不小心打破了林雪的化妆品 被林雪以大牌奢侈品为由 索赔三万 赵薇薇这家伙 什么都不懂 就认了 可她又没那么多钱还 只能老老实实地勤工俭学 慢慢还 林雪见赵薇薇这么傻 又从那里许莫得知我家很有钱 不由地动起了歪心思 组织连夜 关罪我 又将赵薇薇送到我房间 只是想让赵薇薇傍上我 有钱还她 并且 她事后还可以凭借这件事 威胁赵薇薇 从赵薇薇手里 源源不断地得到更多钱 又不用亲自现身 又可以得到钱 林雪和许莫的想法很好 整个过程很顺利 我被关罪了 他们也将赵薇薇送到了我房间 结果没想到 事后赵薇薇竟然早早离开 并没有棒上我的意思 林雪和许莫 后来威胁了很久 可赵薇薇就是不同意 宁愿还钱 也不愿意凭借这件事找我 没办法 林雪和许莫 只能改变了策略 就是让林雪亲自出马 反正那天晚上大家都看见 林雪和我进入了同一间房 谁说得清呢 这就是真正的事情经过 很戏剧 怪不得破绽那么多 也幸好赵薇薇没有同意 不然我可能真就入局了 如果那天早上 赵薇薇没有先离开 而是缠着 我要负责 我十有八九回答应 到时候 林雪和许莫 就能源源不断地 从赵薇薇身上吸血 从我身上吸血 赵薇薇说完后 我看着她的脸说道 我帮你还钱的话 你愿意出面作证吗 赵薇薇没有立即答应 还在犹豫 放心吧 事后林雪和许莫 不会在学校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 你的事 我安慰到 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 我不准备放过林雪和许莫 就算他们承认道歉 我也不会放过 威胁坑骗女同学 做那种事 得亏他们干得出来 听见我说 林雪和许莫 不会在学校 赵薇薇同意了 接下来的事 就好办多了 我直接带着赵薇薇 找上辅导员和学校领导 说明了整件事的经过 学校领导 也不敢直接相信我 而是将那天 酒局的人都叫来了 在严肃的学校领导面前 没有人做伪证 都老老实实 说了那天发生的事 只有许莫和林雪 还想挣扎一下 硬要说我和林雪 发生了关系 可没想到 赵薇薇不声不响地 来了个绝杀 拿出了林雪和许莫 威胁她的聊天记录 虽然聊天记录不是很全 没有线下交流的内容 但已经能够证明很多事 随着赵薇薇的出手 林雪和许莫 彻底没了反抗的机会 最后只能坦白的事情经过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 林雪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许莫的 那天晚上 洛雅雅路过时听见的声音 是林雪和许莫发出的 真相大白后 校领导最终给了两人 留校查看的处分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 我并不满意 默默联系了 家里公司的法务部 敲诈可能定不了 但造谣妥妥的 轻的话十天半个月 重的话三年以下 我当然是让律师 网中了狗 不论最后能不能 将这两人搞进去 单单这个官司 就能让两人心力交瘁 期间在找人曝光下 两人的所作所为 用舆论施压 差不多就能达到 开除的目的了 至于赵薇薇怎么办 既然她没有让负责的意思 我也不会闲得没事凑上去 事情坦白后 她欠灵雪的三万 也变成了几百块 几百块的化妆品 灵雪赶叫三万 心事真黑呀 我按照约定 随手帮赵薇薇还了钱 又让灵雪 将赵薇薇以前还的钱 退回来后 我和她之间 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那天晚上的事 只是个意外罢了 哪有太多恩怨情仇 而灵雪和许墨 不出意外地 在我的手段下被开除了 还官司缠身 这个巨大的怨种盘 我终于是躲了过去